吉安乡浩克艺术村在7月份特别举办了游宴起彩末各展 游宴起她学画10年这次特别精选了60幅花鸟山水彩末画 丰富花莲暑假生活的艺术饗宴 乡长游淑珍也欢迎乡亲和游客 暑假期间来到浩克艺术村 除了可以体验吉安风情也欣赏优雅的艺术作品 吉安乡长游淑珍重视艺术文化延续发展 每个月在浩克艺术村都有接力式的多元精彩展览 7月份特别邀请到书画家游宴起举办彩末画各展 要让吉安充满生活艺术能量 回南新吉安琴游艺风华游宴起老师各展 在浩克艺术村展览一个月 60几幅的画作将开启在暑假里面 所有的亲子以及外来的游客赏心悦目的一个氛围 艺文在吉安的推展 我们相信深深不息一直在延伸 也清楚地呈现了在吉安 我们在地艺术一家的能量跟人数都是相当多的 吉安相公所要克进我们各个氛围的铺层 在建设的这样的一个圆满之下 也要带来更多的艺文 活化人生跟生活文化的意向 游淑珍表示吉安湘除了各项硬体建设发展持续不断 在生活艺术文化推广也不遗余力 除了吉安浩克艺术村各馆的展演平台 目前也取得玉金香花园的使用公正 其中白色城堡将会变成是多元的展览会场 要让吉安的艺术能量有更多元的发展和分享 有宴起彩莫各展 7月份是在吉安浩克艺术村展出 幻民众可以利用暑假期间到吉安来一趟艺术心灵的旅程 借旅会吉安相报道